來看就是對到這一次的立委選舉的 提名 現在國民黨黨都約做一些籌算 來看是已經連任七次的立委 國民黨的主審立委 朱鋒之 說在東來籌算已經失敗了 這讓很多人這麼驚訝 其實在民進東來的立委 主審立委 主審立委 有同樣的情形 可以看到一些老眾 真的對到有經營地方的對手都不會蓋上 所以有這麼一個立委 有什麼煩惱說現在選區是不是在地化 選立委 要面對親像選立委一樣的 就算是七連把 國民黨主審立委 朱鋒之 立委籌算也是拜貨 通行兵 定期訂閉展版店 也有一個人料想不到 朱鋒之在知道自己落敗的第二天 心情是稍微變好 不過對對手將來得到行政主委的優勢 他認為已經影響到籌算的結果 很過心 雖然不敢玩 不過也只能接受 他這個整個問卷裡面 他是可以被操作的 那尤其是組織力強 行政體系強的人 對他們有利 同樣是之前立委六百 還有民進黨立委李鑽 初算是拜貨地坑議會出身的王定宇 大家都贏不貨地坑出身的競爭對手 很多立委都說 現在選區地區化 帶得受到影響 地方大小事情都要一手包辦 那這種情況 那麼對於在地方的這個服務的公職 比起國會議員來講 是更加有利 這種的話等於是一種践踏 你如何如何在立法院 如何來努力的穩政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初權制度 我覺得對現任的立委是非常不公平 李鑽軍也強調 朱鋒之落敗 近到渡省未來國會問題 會減重地區化 像可以說 國土幾位這些全國性的議題 也有國民黨立委合約 當然初生的制度應該要更減透 黨中央必須重新拿出來考慮 這樣子會不會用劣幣去除良幣 除了朱鋒之立專業 還有政經臨蔣孝妍 不可能 主持人的老眾都贏不過 當然競爭對手的挑戰 這種老眾落敗的現象 在談論選區選擇 實施之下 去教明天 以下小段評估 台北報導